主席,我請一下部長 部長您好 你今天要站一整天都很辛苦 我先這樣講 我們這個有年輕人去參加法國外籍兵團 當傭兵 這沒有那麼了不起 我剛剛TO委員講說 他有實戰經驗,比在座的每個將軍都要行 我聽了有點不寒而慄啊 他只不過去當個傭兵嘛 可能是他個人的那種 年輕人的那種好奇 英雄主義作祟 他叫外籍兵團就是有全世界 很多外國人 包括美國人,英國人都跑去參加嘛 因為法國外籍兵團拍過很多電影嘛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這是一個充滿著浪漫的夢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他去當個兵,搞不好在那邊操了半死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回來可以當國防部的顧問啊 那他當國防部長不是更好 對這我都覺得誇大其詞啊 直選我想這不應該是一個重點啊 那至於說 他要去賺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 我想我們今天國家的財力啊 不要講我們 任何國家的財力 如果要讓年輕人願意進來當募兵制 是靠著提供大量的這種金錢 很優勃的薪水的話 沒有一個國家挺得住了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要很很務實啊 至於今天報紙也登了 提到我講到2020年 中共可以建立犯台戰力啊 可能我口才不太好啦 記得朋友 領略錯誤啊 所以寫的東西實在不是我想要講啊 如果本來就是要預估敵人的犯台的兵力啦 那這種東西啊 其實現在就已經 他要打台灣 現在能力就具備在那裡嘛 他之所以不敢打 就是他準備要犧牲多少人在台灣的海灘呢 第二個 美國如果干預他怎麼辦呢 第三個 這個仗如果打了長遠 沒有辦法解決 最後他內部的政治要不要發生變化呢 戰爭如果這麼容易打 所以我具備的能力我就可以打 那每天都來打仗了 美國現在就可以把伊朗給打掉啊 為什麼他不敢打呢 只有太多的考量啊 所以我認為寫這種東西 OK了啦 這個每一個當國安部的業務報告裡面 當然要提醒國人注意 中共在累積他的戰力 這個是值得我們注意 只不過你講2020年的話呢 你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一定是2020年 為什麼不是2019年 或是2021年 那就是2020年的時候 中共可能完成了特殊的裝備的現代化 或者是如何如何 你們要有一個預估出來 否則只給一個年 一個一個年 2020年很吸引人 不過這跟1995論8月那個 為什麼1995年呢 一樣嘛 所以要給一個時間點 但是基本上的精神提醒國人注意 我如果這沒什麼不對了啊 那我倒是要提的一件事就是 長者預警雷達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102年的國防預算裡面 長者預警雷達又編了將近40億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筆錢 我了解原原來從93到101年 是一共要花363億 可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大幅的增加 而且不曉得要增加到什麼時候 最後的款 額度多少也不曉得 我一方面呢 我是很同情國防部 你們前後寫了60多封信給美國國防部 去反對這件事情 然後美國國防部呢 也要求這個Lucky Martin 也撤換了他們不少的 這樣的一個高階的 雷神公司 不少的高階主管 可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啊 他是給我要這麼多錢啊 我到這裡面全增加這麼多 第一個研發的費用了 這是全世界最新的長者預警雷達 第二個 他的很多的廠級的維護 都是美國一手包 從頭吃到尾 這樣的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模式 就是當時我們要跟美國爭取 你這個整個施工的期間 我們應該有多少個 百分之多少的比例 要僱用我們當地的工人 使用我們的原料 第二個 你整個的維護來講 你這個廠級的維護 有百分之多少 應該也要僱依我們國人來進行維護 結果不是 所以整個費用當然這麼高 有些東西甚至要送回到美國 本土去進行 這樣一個零件維護 修護的動作 這個金額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要部長答應我一件事 你們好好去爭取 而且要告訴美方 你現在既然把我們這個雷達 當作最新的雷達 長者預警雷達 用這個新的這樣一個研發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來推動 以後如果有另外一座這樣的雷達 這麼新的雷達 在美國本土或其他的國外 來設置的話 美國一定要還我們錢 要把這個研發的費用 要做分攤 第二個呢 現在場集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每年未來 要高達7億的 後續的這個維持案 整個的經費 維持經費 每一年要7億 水電費要1億7千萬 所以每一年就要花到8億7千萬 甚至可能要花到9億10億 而且這樣的維持費用只會越來越貴 這是個錢坑啊 所以部長你要答應我第一個 要跟美國持續交涉 而且要爭取未來很多的零件 透過這個 啊這個這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工業付費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計畫在我們國內來做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 千萬不要再設第二座 我如果這一座已經夠了 對不對 原來的計畫我記得 當時我們在審查計畫 預算的時候 要另外再加一部 要在南部 後來又談到是不是一部半 我如果夠了一部夠了 你東西如果好 又在這麼高的山上 這一掃描已經夠了 好不好 所以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非常欣賠委員 把這個問題看那麼清楚啊 因為這個是已經繼承的事實 剛才委員提出這些問題 我們會按照委員這個指導 我們一步步來要求 首先向您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要求美方 如果有新的同類型的雷達的設置的話 一定要要求他 我們在這個 要攤提我們的研發費用 關於剛才問題 以後應該是不會再設第二步 這個部分應該向您做一個說明 那麼就關於這個攤提的部分 我想委員一定很清楚 您長期對這個我們國防的議題非常清楚 比方說原來我們這一個 呃 標槍飛彈的價格很貴啊 那後來你認為價格很高 後來我們跟美國陸軍採購 同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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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經濟批量提升 加入他們以後 這個價格就降下來了 我想 省了七億啊 是 這就是委員一句話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而獲得維修 所謂低級的維修的部分 工業貨會的部分 對 我會要求空軍以及聯六相關單位 持續來要求 我想這個點我們一定會保證來持續 謝謝 另外就是說 針對今天宜蘭漁會 要發動大概六十艘船 要到釣魚台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要積極啊 我知道國防部 其實這一陣子來都全面監控 所以其實對釣魚台 這一陣子所發生的事情 國防部完全掌握 可是有時候就怕意外 我的了解是 現在日本的防衛省的艦艇 海軍的艦艇 沒有一艘出現在釣魚台的 鄰近的海域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漁船去的時候 當然要 您剛剛講的沒錯 這個是海巡署應該做的 海巡署應該派船 他們走多遠 我們就要保護多遠 原則上你支持嘛 支持 如果他們做得太過分 他們的海上保護艦艇的船 做得太過分 而我們海巡署 有一點沒有辦法招架的時候 我們當然 要出動我們的軍艦去加以支持 雖然我並不意見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或者如果日本的軍艦出現在釣魚台海面 我們就應該要接近那個海面對不對 這個就在我們昨天的會議裡面有討論 所以原則上這樣是沒錯啦 是不是 我們有個對應的措施啦 是吧 那另外一個就是講到這個 東沙跟南沙的問題 我想這個國防部是從善如流啦 也接受我們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建議 那你們也分別在8月10號跟9月9號 已經動用了中和級的戰車登陸件 這個和旭海號的船路登陸件 把一兩洞的破炮跟四鱗炮 分別送到太平島跟東沙島 是 我覺得這是很積極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是 我想CNN都大幅的報導 我認為這個就是對的 我們讓人家曉得 我們要外交渦旋 要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可是我們要展現實力 而且部長 我們在這邊應該要一個共同的了解 以後就不用大張旗鼓 可是如果島上需要什麼更好的裝備 你們就默默的就把裝備運上去 我們可不可以有這樣的默契 沒有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錢的問題 我帶一顆椰子回來給你收到了 收到了 你沒有吃啊 你要種在國防部了 是 那 不管怎麼樣 我送給你接受了 是 那這個給海選組的意義多 我們就一筆勾銷 因為 原本是因為你們派人去防守太平島 跟東沙島 像海選組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他們替你們防守 你把那些裝備賣給他 而且不是全新的裝備 對 炮彈也有幾年了 那我覺得你再跟他收錢 他們替你們做事 然後你再跟他收錢 不太好啦 你可不可以大方一點 表示說 一顆椰子就換一億多 一筆勾銷 委員的這個指導我們會參考 這個程序要完成 這個程序要完成 就是程序問題嘛 對不對 院長 行政院程院長這樣講嘛 是 把程序完成了 一億多 表現大方一點了 程序要完成 另外就是最後要講了 我們這次剛剛正讀陳唐山 陳委員 我很尊敬的陳委員 這個所說的 我們這次台北國會議員聯誼會啊 我們去了幾位委員 兩黨的委員都有 那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導致真的滿高興也滿感動的 那剛剛陳委員說過部分我就不說 那我們只能講說這次去 國防部也好 國務院也好 看到的官員的成績 是我這麼多年來 去過國防部跟國務院 再跟國務院的官員在外面見面 這麼多年來 這次成績最高 國務院的官員的成績高 國防部的官員成績也高 一邊是助理國務卿 而且是管軍政的關係的這個助理國務卿 那國務部這邊是這個歐巴馬總統 最信賴的長期的親信啊 這個這個助理部長啊 那我覺得大家談的氣氛都非常的好 當然這個晚上也代表政府設宴 款待這兩個部會的首長那個官員啊 大家也這個兵主敬歡啊 的確沒有錯 剛剛陳唐山委有提到就是 他們對於這個GDP沒有辦法到達3% 他們是有共同的看法 那我也跟他講 就如你剛剛所說的 因為買不到潛艦嘛 買不到F6CD嘛 如果買得到的話 不要說3%搞不好超過5%啦 他們也可以接受 但是美方有這種看法 我就覺得我們要持續的跟他們溝通啦 讓他們了解我們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部長